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善雄信上了银安殿 只见当中坐着李世民 旁边坐着徐茂公 还有程咬金由俊达十几位贾家楼结拜弟兄 在两乡站立 善雄信气不打一处来 他对李世民叫道 小唐童 当初你在扬州会夺遇喜时 不敢报李世民真名 你太不地道了 只骂的李世民脸上一红一白 李世民压了气 说 说 武将军 以前的事就不用提了 来呀 给武将军再上手设座 有人搬过座位 请善雄信坐下 接着 李世民说起当年在临同观扎树岗 李渊误把善雄中当作阳广 一箭射死之事 他说 我父王悔之莫及 望将军化事前仇 和你的好友们协力兴堂 善雄信冷笑一声说 我是致死不祥堂 你快快传令将我斩首吧 徐茂公 程咬金也过来相劝 善雄信说 我这人就是将到底了 李世民见此光景 连忙下座 说 让我替我父王给武将军赔个不是吧 说罢跪倒 徐茂公 程咬金 游俊达等兄弟也都跟着跪下了 善雄信将两眼一闭 硬是不看 徐茂公劝他睁开眼 他也不理 李世民说 那位将军能把武将军劝得睁开眼 就是奇功一见 程咬金笑呵呵的站起来 说 这是我能办 他转对善雄信 话说柳说 善雄信也不睁眼 老程猛然说 武帝 你看 二哥秦琼来了 善雄信果然睁开眼 向门口一看 没有秦二哥 他怒指李世民说 小秦王 你既代表你父亲 那就是我的仇人 说罢 飞起一脚 踢在李世民的左肩上 李世民被踢了个仰面朝天 徐茂公等连忙上前扶起 李世民并不生气 说 武将军应该踢我 常言说 打是疼骂是爱 将军详堂拿脚踹骂 善雄信高叫 致死不详 李世民说 将军既不愿详 小王也不勉强你 我把你放了 善雄信狂笑几声 说 你敢放我 我还要扯其反唐 善雄信迈步往外走 承咬金过来拉住他 兄弟 我实在舍不得你走 说着 掉下泪来 善雄信说 四哥 我说到就做到 请你多照看你五弟妹吧 承咬金说 兄弟 我已经到驸马府把弟妹安顿好了 你快去看看他吧 善雄信说 大丈夫岂能参七恋子 我走了 说吧 大步走出洛阳王府 善雄信来到洛阳西门 猛抬头 看见洛阳王的人头悬挂高杆之上 不由心中一酸 放生痛哭起来 他想到当初洛阳王 为了留住自己 把妹妹嫁了 百般屈从 恩德慎重 越想越痛 心如刀割 善雄信止住悲声 心一横 朝一个守城的兵士走去 守城兵士早已接到秦王命令 不准阻止和难为善雄信 善雄信走到跟前 猛抓住兵士的钱筋 右手一伸 抽出兵士的腰刀 那兵士吓得往后一退 只见善雄信一抬手 把刀横在他自己的脖子上 自吻而死了 善雄信咕咚一声 死尸倒地 那个兵士惊叫一声 赶紧禀报秦王去了 听说善雄信自吻身死 贾家楼结拜的众弟兄失声大哭 李世民说 诸位王兄王弟 这是都怪我想得不周到 他劝弟兄们节哀 好为善雄信料理后事 程咬金带人出去 买了一口南木棺材 众弟兄将善雄信的尸身成练起来 把灵书暂停在一座古庙里 程咬金等人回到王府 李世民说 我得托付大家一件事 一旦秦王兄回来 不要对他说吴将军自吻之事 就说我把他放了 众人点头英云 再说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贯养兵 身体渐渐康复 谢洪道长又挽留了他几日 估摸着洛阳大事已完 这才送他下山回去 秦琼来到洛阳城 一看旗号全变了 一打听 知道秦王已经进驻洛阳王府 他连忙打马进城 秦琼进了洛阳王府 上了银安殿 见了李世民和众家兄弟相互问候 罗承江沙武王秦善雄信的经过说了一遍 秦琼忙问李世民 我善武帝如何处置了 李世民把放善雄信的事告知秦琼 秦琼不大相信 就看众家兄弟 程咬金憋不住了 大哭一声 说 武帝他 抹脖子死了 秦琼闻听 如闷雷轰顶 昏倒在地 大家连忙向前扶起 徐茂公埋怨 程咬金嘴不言 老承说 这是早晚也得说 秦琼还醒过来 想起当年自己在鹿州荡检卖马 善雄信仗义助人 百般孝敬老母 不由放声痛哭 李世民忙过来劝慰 秦琼对李世民说 千岁 我哭的是我们弟兄的情义 并非哭他反唐 他想了想又说 我老母年已期旬 我想告辞回家尽孝 等老母百年之后 再来为国尽忠 李世民听了一愣 这时 程咬金 齐彪 李豹 游俊达等瓦刚弟兄 除徐茂公没有说话 所有的人都向李世民告辞 要回家尽孝 李世民脸色发白 他想 瓦刚弟兄情意深重 难解难分 他脑筋一转 说 诸位兄弟先别告辞 单雄信将军的后事尚未办妥 容小王办理妥贴了 大家再走不迟 李世民当时就写了旨意 一 嫁封善雄信为太平侯 权银挂孝 捡天子三等礼伴丧 二 善夫人已怀孕 如生南风太平伯 生女为公主 三 有贾家楼仪弟兄镇守洛阳 永远照看 赡养善武夫人 大家一看这道旨意 都觉得李世民宽宏大量 恩义如山 程咬金叫道 我说诸位兄弟们 别走了 赶快向千岁谢恩吧 秦穷率众弟兄上前拜谢 李世民还礼罢 秦穷说 二千岁我们不走了 我要拿着你这旨意去见五弟妹 对她说明您的大恩大德 说吧 领着众家弟兄到驸马府去了 进了驸马府 秦穷等在大厅上见了五夫人 说明善雄信自吻的事 五夫人一听 只哭得死去活来 秦穷徐茂公再三相劝 五夫人这才停住悲声 秦穷把瓦刚弟兄一体辞职 秦王李世民下了恩之之事一一说明 五夫人万分感谢 要到王府亲自谢恩 短天按李世民的旨意 全军举哀 为善雄信办了丧事 接着杀朱载阳 犒劳三军 随后 武德天子李渊将旨 派尤俊达为洛阳总管 加封蒙国公 并命他照顾善雄信夫人 派罗成为同官大帅 加封永国公 其他有功之臣 道经听风 李世民下令班师还朝 秦穷命徐茂公 选了黄道吉日 这天 三声炮响 大队人马从洛阳出发 秦穷 程咬金众弟兄和五夫人王玉花 撒泪而别 便敲金邓响 其唱凯歌还 这天来到同官城下 只见城门大开 东宫太子李建成 齐王李元吉 帅人马迎出城来 回官的路上 建成说 他和元吉是奉旨防备北边突厥 来镇守同官的 前天这里也有圣旨到来 知道以派罗成为同官大帅了 人马进官 李世民和重将来到帅府大厅 一一见礼 御迟静德见了建成和元吉 强压怒火爆了爆全 晚上 李世民住在后院北屋 正在脱衣安歇 胡亭有人叫门 他问了声 是谁叫门 外面是一娇戏女子的声音 李世民 赶紧开门 是你的恩人 我到了 深夜叫门的女子是谁呢 还要返回去说说 当初瓦钢寨西魏王李密昏庸施政 直闹得瓦钢弟兄都走光了 只剩下一个永三郎王伯党 还有李密宠爱的萧妃 这时 西魏国只剩下孤城一座寺外地盘独归大唐了 李密对王伯党说 兄弟 看来这瓦钢寨是呆不下去了 我们不如去投奔大唐城亲王李道宗 将来也有个安身之地 王伯党说 也只好如此了 李密就传职 遣散将士 打电戏软 和王伯党下山投堂 临行 王伯党请李密丢掉萧妃 李密说 唐太子李建成和元吉都是酒色之徒 不如把萧妃送上 作为见面礼 李密和王伯党带着萧妃一扶下山来到同关 见了李建成和元吉 说明要投奔成亲王 并把萧妃献上 建成和元吉见萧妃美貌 当时便收纳了 李建成和元吉派人 把李密和王伯党等人送出同关 萧妃是个势利女人 就又把李建成兄弟当作靠山 今天 当他听说李世民率兵来到同关 心中一动 趁黑夜来到市民的住处 萧妃想 李建成和元吉是酒色之徒 将来唐氏天下必归李世民 不如趁此机会去投奔他 他敲着李世民的房门 说 当初你在瓦钢背擒 西魏王要治你死罪 是我阻拦 才把你救了 李世民知道这女人不怀好意 没有开门 萧妃要求李世民收内他 使劲敲门 李世民想了想 高声喊道 何人前来救驾 何人前来救驾 东屋的徐茂公听到李世民的喊声 忙把程咬金叫醒 说 四弟 二千岁喊救驾呢 程咬金蹭的一下 跳下床来 直奔院中 程咬金来到北屋门外盘问萧妃 这时 西屋的徐茨静德也披衣出来 他上前贺问萧妃 这一女子 为何半夜来搅扰千岁 萧妃说 你管不着 李世民在屋里叫道 徐茨将军 这是王国的萧妃 他是有意败坏我的名声啊 静德一听 怒从心起 一个箭步上去 将萧妃抓举起来 静德倒提萧妃 用力一抡 萧妃的脑袋撞在石阶上 鲜血飞溅 静德将萧妃的尸体扔在地下 对北屋说 二千岁 你安心歇息吧 说吧 进西屋睡觉去了 再说建成和袁吉九醒过来 不见了萧妃 他们找到李世民等住的院中 在黑暗中 他们看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二人轻轻说了几句 就悄悄的命人将萧妃的尸首抬走了 短天清早 李世民等人见了建成和袁吉 谁也不提昨夜发生的事 他们命罗成接了同官大帅的帅印 并命豹子张青辅助罗成 过了两天 同官交接完毕 李世民下令拔营起寨 建成 袁吉一路同行 大队人马出发 罗成和张青率众送出西门以外 非之一日 大军来到长安城 兵屯教军长 建成和袁吉回宫 李世民和秦琼等 前往兵马斯 张公锦 白显道 上石山 史大奈等十位将军 迎出兵马斯大门 原来北平城这帮弟兄 在瓦钢散将之后 都到长安投堂来了 众人在兵马斯歇息了几日 这天 武德天子升殿 李世民带秦琼等人上殿参见 李渊站起来 含笑说 诸位将军平身 李渊一见秦琼 先谢他当初在临桐山打伤阳广 搭救全家之功 又称赞了秦琼投堂以来的功绩 接着封秦琼为大唐国 胡国武昌宫天下都昭讨 兵马大元帅 秦琼连忙谢恩 接着李渊又封程咬金为大唐国卢国公 并给他双份俸禄 程咬金谢恩后笑着说 万岁 您这是怕我钱不够花的 给我双奉 太谢谢您了 李渊叫玉池恭听风 说 玉池将军大战洛阳 有功于国 镇封你 正说到这里 建成和元吉跪下 说 儿臣有本启奏 建成和元吉说 玉池公饱过刘武州 抢三官夺八债为太元 抗拒天逃 乃是个戴罪之人 玉池公听罢 心想 要不是秦二哥劝我 我连这金殿的门都不进 这时 徐茂公向前 说玉池公归降后 在洛阳玉果园外 单边夺朔 救过秦王李世民 真是其功一件 建成元吉又说 玉池公本敌不过善雄信 那是弄虚作假 李世民盲说 完全是真的 建成说 如果是真 能否在宫中再将此事演习一遍 他说 手下将官皇壮 可办善雄信 李渊正要看看玉池公的武艺 说 也好 三日后在玉果园演习前情 早朝散后 秦琼等人回到兵马司 李世民也来看望 众人议论起 玉果园演前情之事 程咬金说 如今是天寒地冻 如要玉池公下和洗澡 岂不冻死 这是建成 元吉要害玉池公和李世民的毒计 李世民要进宫奏明父王 取消此事 魏征说 万岁已准 岂能反悔 我可配一服药剂 给静德用酒送下 再搓全身 饱能抵御严寒 记忆了一番 大家散去 再说建成和元吉 回去将皇壮找来 说了演习之事 建成说 冻死玉池公 朔达小秦王 二弟一死 我父王也得气死 那时 我们兄弟临朝 你就是兵马大元帅 黄壮败谢 三天以后 李元帅文武群臣来到玉果园碧峰阁 要观看演习单边多说故事 这天正逢腊叭 寒风刺骨 冰冻三尺 李元坐定 两旁文东武席排队站立 太子建成 吉王元吉 站在李元身后 承咬金有心 转到他们后面站下 片刻 圣旨传下 立刻演习 这时 玉池公已经吃了味噌配的药丸 浑身搓了药酒 他一听圣旨传下 就打马来到湖西岸上 竟得给马谢去安汉 兵士们早已把湖冰砸开 竟得卸袍搓衣 下到湖里洗澡 李世民和徐茂公也打马来到万代山上 下马步入袖金亭 坐在石桌两旁饮酒 二人也曾用药酒搓身 所以也不觉冷 避风亭上的李元 不见假扮 善雄信的黄壮出来 就问建成 建成本想再等 一会御池公动坏了 再摇动小红旗 叫黄壮出来 现实听李元一问 不得不摇旗换将了 藏在文渊阁内的黄壮 见建成摇旗 连忙出来上马 直奔万代山 远远的 他就冲着绣金亭上喊 台 胆大的小秦王 竟敢越界来到御果园 我来也 李世民一见黄壮出马 装作害怕的样子 拉徐茂公出庭 徐茂公扶李世民上马 然后对马被猛击一掌 那马往西就跑 黄壮放马 追赶李世民 李世民催马转到山下 叫道 何人前来救驾 御茂公在湖中看见 窜上岸来 跨上马 抄起十三节钢鞭 二千岁莫及 靖德来也 靖德放过李世民 迎着黄壮 黄壮见他赤身缠马 手举单边 不禁打了个寒战 心想 他怎么没动坏 同时 黄壮大叫一声 抡起朔朝靖德头顶砸下来 两马相交 靖德用单边挂朔头 叫了声哀 这说可就飞了 黄壮哀呀一声 靖德摇边一扫 黄壮忙低头躲了过去 靖德赤身缠马 和黄壮二次交锋 一边打去 就听扑的一声 黄壮人死马他架 这时 只听避风隔上的君臣 大声喝采 李渊传指摆驾回到金殿 传指玉池公整一上殿 接受封赏 建成 原急跪下说 玉池公打死黄壮 可是犯了死罪呀 建成说 玉池公在演习中 无故将假扮 善雄信的黄壮打死 应该抵命 李世民 徐茂公上前辩解 李渊正在为难 只见程咬金出班 说 臣有本奏 程咬金从头说起 说到建成和原急强强 逼死刘武周的姑娘 刘武周扯其造反 以及玉池公在太原投军受辱 直到今天 他们还设毒计 要害玉池公和李世民 建成 原急 吓得跪下说 儿臣 并无此心 李渊疑惑不定 程咬金说 请万岁秉公处理 我们瓦钢弟兄 才能心服 如若不然 我们弟兄可要告辞了 李渊闻听 心中暗暗吃惊 李渊见瓦钢弟兄 个个面有怒涩 他这才一拍预案 命建成 原急和市民跪下 说 建成行事不仁 免去东宫太子 五年以后 再看你们三人 谁行的正 得民心 再立太子 李渊处置了三个儿子 接着封玉池公 为恶国公 正印先封官 又封黑白二女 为镇国夫人 刘文静 张公锦 白显道 上石山 使大奈等 都封为国公 共四十八位 封官已逼 李渊便把这些肖将 派到各个重要官外 同心协力 护卫大唐 为了防备 突厥范境 他派张公锦 为太原总兵 白显道 为太原总督管 党事节 度差 使大奈为偏将 同去太原 接着 在斋宫摆下庆功宴 李渊大宴群臣 李渊唯恐惹大家不快 让建成 原籍回避了 庆功宴后 李世民每日在宫中 帮父王料理国事 秦琼等在教军场 加紧操练兵马 这天 忽然传来 洛阳的告急本章 原来是苏烈 回到夏明州 得知窦见德 死在李世民之手 就联合了江北王福克宗坛 沙漠王罗子都 海州王高士奎 冀州王高士达 共十五万人马 围困了洛阳城 李渊看罢奏本 忙于李世民和众将 商议催敌之策 李世民愿帅兵亲征 李渊说 势在紧急 命你率二十万人马 秦琼为元帅 玉池公为先锋 承咬金为副先锋 即刻援救洛阳 第二天 武德天子李渊 登上武龙门东门 目送秦王李世民 二次领兵去洛阳 教军场上三声炮响 二十万大军分三个大队出发了 这天 大军到达同关 罗城率众将把李世民 秦琼和仲家兄弟迎进率伏 白酒宴款待 宴霸 李世民传誉 速速登城 非止一日 大军来到洛阳城北 李世民 秦琼等一看 不由的心中内闷 前几天 苏列等武王的人马 将洛阳围困 现在一个敌兵也不见了 这时 由俊达文豹 率队迎出城来 他向李世民 秦琼等 见李已逼 说 前天夜晚 苏列的人马 没响炮 没插骨 往东撤下去了 游俊达将李世民和重将 迎进洛阳王府大厅上 摆上接风沿袭 秦琼问起 善武夫人的近况 游俊达说 武嫂子 已经分娩 是个男孩 娶名善天寿 酒宴已逼 李世民率众将来到原妇马府 善武夫人王玉花 抱着小天兽迎了出来 李世民立即传遇 小天兽习太平薄 并认为自己的义子 众将连忙道贺 再说唐天子李渊 在长安接到李世民 从洛阳命人送来的奏章 说是苏列文风而逃 心中甚喜 想起湖广襄阳王雷大鹏 尚未归顺 他当即传旨 命洛阳大军挥师南下 直取襄阳 圣旨传到洛阳城 李世民等皆指弊 商议起兵之事 秦琼说 我和襄阳雷大鹏私交很好 当初王九龙兄弟杀了他的儿子 我命人将护手送回 这次到襄阳 我尽可能说服 雷家兄弟投降 李世民点头 短天 全军拔营起寨 向襄阳进发 一路上 胡广襄阳王所属官吏 难以抵挡 逃的逃 降的降 唐军势如破竹 这天 来到新野县 新野县总兵樊登奎 手使三尖两刃刀 能争贯战 十分厉害 他率领两千马部队 开城迎敌 秦琼命玉池公 出战樊登奎 严令要生擒活捉 不准伤害他的性命 二人对阵 互通姓明后 玉池公马往前冲 摔赶就是一枪 玉池公一连三枪 都被樊登奎 用三尖两刃刀挂了出去 二人打了四个回合 往返八个照面 不分胜负 秦琼一看 命人雷鼓助阵 崔玉池公得胜 打到第六个回合 樊登奎举起 三尖两刃刀往下就劈 玉池公使出全身力气 用枪尖往上猛撞刀盘 只听 擦 呦 就见樊登奎的刀 撒手了 飞起老高 落在地上 玉池公栽枪患事 枪尖对着樊登奎的脑门刺来 樊登奎只得来了个铁板桥 折下腰去 竟得枪胶左手 趁二马冲锋过凳的功夫 伸手将樊登奎抓过马来 新野军建主帅败秦 败回城去了 樊登奎败秦 入仗厚利而不贵 秦琼连忙下帅位 亲自为他松绑 说 我有一凡劳将军 给胡广襄阳 王烧封书信 不知可否 樊登奎点头应云 秦琼命百验款待 验后 秦琼写信给雷大鹏 劝他念及就交祥堂 樊登奎说 我可以把信烧到 一切由我家王爷做主 樊登奎拿了书信 告辞回新野去了 樊登奎回到新野城内 与众偏降商议后 立刻命令整顿军马 大开四门 兵撤襄阳 樊登奎撤军后 唐军进驻新野 出榜安民 樊登奎领兵回到襄阳 见了襄阳王雷大鹏 和二王雷大镖 三王雷大豹 将秦琼的书信呈上 雷大鹏看罢信 说 当初我儿死在洛阳 本不是秦琼的过失 秦三哥来信恳切 祥唐也好 雷大镖和雷大豹不愿祥唐 定要与唐军对阵 建个高低 雷大鹏说 两军对阵 我见了秦琼不好说 要打你们去打 就说 我染病在床吧 第二天 雷大镖兄弟率兵出城 豪炮连升 战鼓咚咚 亮开队伍 襄阳重将要与唐军决一死战 他们来到城外 高声对唐营骂阵 秦琼文报 立即禀告秦王 唐军在高坡上 早搭乘料望台 由徐茂公 陪李世民登台关阵 秦琼率重将官兵 亮大队出营门 两军对阵 旗鼓相当 天降沙子方 崔马来到唐军阵前挑战 秦琼命 御持攻仙打头阵 竟得大枪一摆 向一团黑旋风冲出队来 二人通了姓名 静德高叫一声看枪 一宁归背驼龙枪 罩着沙子方胸前刺去 沙子方力刀一挂 哪只静德力冠杆军 借着马的冲力 只听扑的一声 扎进沙子方的前胸 静德刺死沙子方 哈哈大笑 雷大彪兄弟盲命兵士 抢回沙子方的尸体 又命刘子刚出战 刘子刚绑下花斑马 手执一对八冷锤 冲出阵来 御持攻剑这员 黑将来得厉害 凝枪刺去 不想刘子刚右手锤 从上面一盖 左手锤从下面一掏 两锤都落在枪间后头 左右一分 嘎愣 把静德这枪给锁住了 静德将枪后把一窝 弦把一提 叫声开 就是开不了 静德一窝 二窝 三窝 就是挑不开 两马吼叫 难解难分 静德把全身力气 灌到枪上 第四窝 他喊了声开 啪 把双锤分开了 他借着二马的冲力 一枪对准 刘子刚的面门 扑 扎了进去 刘子刚死尸落马 唐军内喊助威 敌队中的房伯阳 一百三股烈焰 托天叉 放马直奔御池宫而来 房伯阳托叉 直向玉池宫的胸前刺来 静德和枪一概插杆 插尘下去 跟着进枪直刺房伯阳面门 房伯阳低头躲过 二马冲锋过凳 一个转身枪 刺透了房伯阳的后背 玉池宫连挑三将 大贤虎威 襄阳阵中的双边 降流逞强又冲了过来 只站一个回合 又被静德挑死落马 襄阳三王爷 雷大豹 只气得七窍生烟 一百项鼻子鼓跃勾楼刀 放马出阵 战鼓咚咚 二人互通姓名 玉池宫一听 是雷大豹 说声 看枪 摔赶就是一枪 雷大豹用刀往下一掏 左手一转刀壩 把枪给别住了 两人立对立 僵持不下 两边的重将都看愣了 秦琼又命人 雷鼓助阵 静德使了个猛击夺肃 一窝枪抽了出来 二人连战七个回合 刀枪并举 难分胜败 静德心想 不使绝招不行了 他圈过马来 暗将那十三节钢鞭 摘了下来 二马冲锋过凳 静德将枪交左手 直刺对方 右手一摔 钢鞭飞了出去 把雷大豹的脑袋 打飞了半拉 此时 两军大阵 秦琼恐静德力 尽有失 盲命鸣金收兵 玉驰公转回本阵 雷大标剑三弟被杀 痛恨一急 要亲自出阵 他的本家兄弟 雷元等 也要为雷大豹报仇 直向唐营 高声骂阵 指明要玉驰公再战 唐营中的程咬金 高叫一声 看我的神符 冲出阵来 他仍用那套掏削劈捞杵的办法 几个回合 就把雷元 雷亨 雷利 雷真劈死在马下 雷大标怒不可遏 放马出阵 挥动定铁盘龙棍 向程咬金杀来 程咬金哪是雷大标的对手 不到几个回合 就朝东败了下去 雷大标催马直追 要之后事 请看下策 罗承教官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回再见